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蒜拍扁 放在一个盆里备用 准备一个小盆 放入香叶 八角 桂皮 炒锅 炒锅要用刀轻轻拍一下 再加入红干椒 花椒 再准备一个小盆 放入冰糖 锅内烧水 猪蹄凉水下锅 煮三分钟左右 老猪用凉水冲洗后沥干水分 猪蹄用凉水冲洗可以收紧猪蹄有弹力 下面我们开始熬糖筛 锅内加入少许清水 放入冰糖 开小火搅动冰糖 慢慢花开冰糖 糖汁会慢慢粘稠起大泡 大泡变成小泡 糖筛开始变成金黄色 加入一大炒生抽 继续熬至起泡 涩者不够时再加入一些老抽 开大火加入清水后 涩者如食品中那样 清水的量要能在下入猪蹄后摸过猪蹄 倒入准备好的香叶 八角 大葱 生姜 大蒜等 然后再放入猪蹄 开大火 水开以后煮五分钟左右 把汤汁 猪蹄倒入高压锅内上火煮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以后打开高压锅取出猪蹄摆在盘里 四十分钟的时间水基本快干了 我加水有点少 一个猪蹄面炒一下 涩者明显红很多 好了 这道简单好吃的酱猪蹄就做好了